黄迅才总理从今天起访问南太平洋岛国 萨摩亚首都阿皮亚 出席共和联邦政府首脑会议 这是黄总理首次以总理身份 带领新加坡代表团出席会议 本台特派记者洪宝玲从阿皮亚发回的报道 本届共和联邦政府首脑会议的主题是 一个具有韧性的共同未来 改造我们的共同财富 总理公署发文告表示 领导人将在会议上盘点共和联邦的发展 并针对重要的全球课题 例如气候变化和建设具有韧性的经济进行讨论 在为期四天的访问中 总理兼财政部长黄玄才 也会同其他共和联邦领袖进行双边会议 萨摩亚是首个举办共和联邦政府首脑会议的太平洋岛国 来自56个共和联邦国家的超过4000名代表和领导人 这个星期将聚集阿皮亚出席会议 新传媒新闻记者洪宝林萨摩亚阿皮亚报道 自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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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早